好的 中台探数目前的威力发展如何呢 带您来听气象局的说明 我们预估东半部地区从今天晚上开始 降雨时间长 中间会有瞬间的强降雨 这样的降雨在明天还是会持续 另外我们也看到外围的环流也带来一些云系 正在逐渐影响到其他各地 所以就以定量降雨预报来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8点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东半部地区的降雨明显 而且所下的雨它会越过山脉到山脉 以及西边陆地也断站继续开始下雨 那么明天星期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各地都有降雨的情况 这是明天晚上8点到下星期一早上8点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波的降雨 集中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 尤其就明天来说 除了今天降雨明显的东半部 横川半岛和基隆北海岸以外 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会越来越大 随着台风靠近 在明天清晨到中午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红色区域还变得更广了 从宜兰花莲台东到恒春 那这红色区域是指平均风7级 或是阵风10级的区域 所以提醒大家 随着台风一直从东方海面北上 台湾附近各地的风力都会明显增强 也就是台风中心会经过的地方风力更为强劲 这两天刚好是中到大潮 非常不利于雨水像海水里面去排放 所以提醒大家 尤其是在沿海地湾地区 在明显下雨的时候 要小心可能有积水或淹水的危险 台风正在影响我们 而且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 笼罩全台湾各地 所以风雨都会明显增大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